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中国焦点节目 今天,我们将聚焦于美国对台军售引发的中美紧张局势 以及中国航空业的突破性进展 首先,美国国防部宣布将首次向台湾出售价值20亿美元的先进军售 其中包括经过实战检验的的对空导弹系统和雷达 这一举措激起了中国的强烈反对 中国外交部声明将采取反制措施 以捍卫其主权,并谴责美国的军售行为 台湾方面则表示欢迎,强调浙江增强其防御能力 面对中国日益频繁的军事行动 另一方面,中国的AG-600水上飞机成功通过了关键的试航性测试 这架全球最大的两栖飞机展示了中国在航空领域的雄心壮志 AG-600不仅在海上救援方面具有巨大潜力 还能在灾难应对中发挥重要作用 标志着中国航空技术的一次重大突破 而在体育界,前澳大利亚公开赛冠军索菲亚肯宁在东京受伤 导致她的参赛资格岌岌可为 为即将举行的香港公开赛增添了变数 这一系列事件不仅影响了国际关系 还对地区安全形势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台海紧张局势的加剧将如何影响台湾的未来 而中国在航空业的崛起又会对全球格局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在国际舞台的风云变换中 中国和美国之间的军售交易成为了全球瞩目的焦点 最近,美国国防部宣布向台湾出售价值20亿美元的先进空中防御系统 这一消息如同投下一颗重磅炸弹 引发了中国的强烈反应 中方迅速表态声称将采取反制措施 以维护自身的主权与领土完整 《卫报》报导称 中国外交部对此表示强烈谴责 认为此举严重损害了中美关系 并威胁到台海的和平稳定 这批军售中包括先进的的对空导弹系统和雷达 这些系统在乌克兰的战斗中间受住了考验 根据美国国防安全合作局的说法 合同中涵盖了价值11.6亿美元的导弹系统 以及8.28亿美元的雷达系统 台湾方面对此表示欢迎 齐国防部指出 这些系统将提升台湾在面对中国 平凡军事活动时的空中防御能力 台湾外交部强调 在面对中国威胁的背景下 台湾有责任保护自己 并坚定展现自我防卫的决心 然而中国的立场丝毫未见退让 中国政府要求美方立即停止对台军售 并警告美国不要再从事危害台海和平稳定的行为 这一外交风波无疑给中美关系带来了更多的挑战 北京对华盛顿的行为感到愤怒 并已于9月对美国防务公司实施制裁 以报复军售决定 在这样的背景下 台湾则积极寻求国际社会的支持 试图在大国博弈中维持自身的安全与稳定 与此同时 中国的航空技术正不断突破 一架巨型两栖飞机的成功 是非再次展示了中国在航空领域的卓越成就 根据南华早报的报道 中国航空工业公司AVIC 宣布AG600昆龙两栖飞机 在陕西省成功完成了最小起飞速度测试 这对于确定飞机的安全起飞和降落速度至关重要 这架飞机被誉为全球最大的两栖飞机 其设计尺寸媲美波音737 超越了日本和俄罗斯的同类型飞机 AG600的试飞成功为其后续的安全飞行测试 很试航认证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这架飞机的首席设计师黄灵才表示 AG600在海上救援、灭火等方面拥有无可比拟的优势 它能够在20秒内吸水12吨并喷洒出覆盖4000平方米的区域 相较于国际竞争对手 其灭火能力是后者的两倍 此外 AG600在两米高的海浪中也能执行紧急任务 并在一次行动中可以救援多达50名遇险者 这些特性使得AG600成为海岸警卫 对及其他应急救援部队不可或缺的装备 在体坛上 网球赛事的激烈竞争不亚于国际政治的博弈 在东京泛太平洋公开赛的赛场上 前澳网冠军索菲亚肯宁虽然挺进决赛 但因腿部受伤 能否参加后续比赛成为未知数 根据南华早报的报道 肯宁在与合作伙伴贝瑟尼、马特克、桑兹的双打扮决赛中 因伤退赛 虽然他在单打赛事中以六横线四 六横线四战胜了第九种子凯蒂·博尔特 但腿部的伤情让他是否能参加周日 对镇中国奥运冠军郑清文的决赛充满变数 肯宁回忆当日的比赛时透露 他在面对博尔特的某一回合中感到腿部不适 但仍坚持到比赛结束 并表示将为即将到来的比赛全力以赴 他的伤情也为即将举行的 宝城香港网球公开赛增添了变数 这位曾在2020年夺得奥网冠军的美国选手 如今正面临排名下滑的挑战 他的WTA排名已降至155位 在另一场半决赛中 头号种子郑清文凭借稳定的表现闯入决赛 显示出强大的竞争力 随着香港公开赛的逼近 网谈顶尖选手们的竞争将更加激烈 这场赛事也将为球迷们带来激动人心的对决 从国际政治到体育竞技 这些事件无不展示着 全球化背景下个方力量的角逐 随着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地位不断提升 其在军事 航空及体育等多个领域的动作 将继续影响着全球格局 而美国与台湾的军售合作 也必然会对台海安全形势产生深远影响 未来 各方的行动将如何影响 这一地区的和平与稳定 值得我们持续关注 欢迎大家进入六度探索的辩论环节 我们从正反两个角度 对本节目进行辩论 请出我们的辩论高手楚天书谢琪琪 我是楚天书 我是谢琪琪 美国向台湾出售军事装备 这其实是对台湾安全的重大支持 当前的国际形势下 台湾面临的威胁不容小觑 美国的军售 可以让台湾在防空上 有更强的应对能力 就像古代的诸葛亮 面对强敌来袭 也需要一些牧牛流马来增强防御 这项军售计划不过是现代版的诸葛亮妙计 而非挑衅之举 楚天书 你这话说得好像美国是台湾的救世主似的 但别忘了 这20亿美元的军售 也不过是让台湾在这场大国博弈中成为筹码 中国反对这项军售 是因为它破坏了中美之间的外交协议和台海的稳定局势 就像三国演义 中的张飞 虽然勇猛无比 但面对关键时刻的挑衅 总是需要保持冷静 美国的军售行为 只是火上浇油 对台海和平没好处 谢琪琪 话虽如此 但你也得承认 台湾有权做出防卫自己的决定 这些军备能提供给台湾的 不仅仅是安全感 更是一种信心 台湾有责任保护自己的家园 这不是在玩火 而是在确保不被别人点着 同时美国作为一个有责任的大国 必然要支持台湾这样的民主伙伴 这就像汉朝的张谦 初始西域一样 展示了外交的坚定和策略 楚天书 您这番话仿佛忽略了中国作为世界强国的立场 中国的反制措施不是空话 过去的历史告诉我们 任何挑战中国主权的行为 都会遭到强烈反击 这些军售不仅伤害了中美关系 也可能加剧台海的紧张局势 美国此举无异于在两岸间挑拨离间 这好比在《水浒传》中 谁要是敢侵犯梁山伯 绝对会被一群好汉劳心费力地反击一番 谢其器 我承认中国的反制措施 也许会让形势更复杂 但这不能成为台湾放弃增强自我防御的理由 事实上 美国对台湾的支持并不是无端给予 而是基于双方的共同利益与价值观 就如同孙子兵法所言 兵不厌诈 防范于未然 这不是挑衅 而是自保 楚天书理解您在防卫上的考量 但全球的和平稳定 不能只靠军事力量来维持 美国的军售看似支持台湾 但更像是加剧地区紧张的催化剂 中国的立场是明确的 任何挑战主权完整的行为都不会坐视不理 历史上 过度依赖外部力量的国家往往自食其果 就像红楼梦 中甲府依赖外妻最终一败土地 台湾应冷静思考 更加注重与中国的和平对话 我是评委和理 我想对两位精彩的辩论做出评论 楚天书与谢奇奇的辩论围绕美国对台军售问题展开 两位辩手从不同角度阐述了各自的观点 呈现了一场思维的碰撞 楚天书认为 美国的军售是对台湾安全的重大支持 并将其比作古代诸葛亮的智慧之举 强调台湾有权增强自我防卫的能力 他的论点在于 面对外部威胁 台湾必须拥有足够的军事装备来保护自己 楚天书的比喻 使观众能够理解军售对于台湾的必要性 试图塑造出台湾作为被侵犯者的形象 并强调美国作为大国的责任感 然而 谢奇奇则针对楚天书的观点提出了尖锐的反驳 他指出 这项军售其实是让台湾在大国博弈中成为筹码 并可能破坏中美之间的外交协议和台海稳定 他的论据基于历史和现实的分析 强调一味依赖外部力量的危险性 谢奇奇的比喻生动地表达了 他对于军售可能引发的负面后果的担忧 在辩论中 两位辩首都提出了有利的论点 但同时也显示出彼此思维上的盲点 楚天书的立场 未能充分考虑到军售带来的潜在风险和后果 尤其是在中美紧张关系加剧的背景下 而谢奇奇在批评美国军售的同时 也缺乏对台湾自我防卫权的正面认可 未能给予台湾必要的主权和安全感 总结来看 这场辩论呈现了复杂的国际关系 及其对台湾安全的影响 楚天书的观点强调了防卫的重要性 而谢奇奇则提醒我们应以和平对话 取代军备竞赛 两者皆有其道理 但寻求台海和平的真正关键 在于如何平衡自我防卫与国际关系的微妙 未来的局势需要更多的智慧与耐心 而非单纯依赖军事力量的对抗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探索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 经济学家 媒体人 工程技术人员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六度AI参与 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 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六度世界网址是六都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